在九宮碼頭浮橋引道有發生A2類交通事故 然後我們本舟隊有派員前往去處理 我發現是一位正姓的民眾騎乘重機車 因為車輛爆衝不慎撞擊九宮碼頭浮橋引道的兩位行人 造成包含駕駛三人都受傷 然後送往列宇的醫院去救治 然後今九廁止均為零 其中有一位行人他頭部有撕裂傷 他另外兩位是輕微的擦傷 騎乘快要補起來是不是 可能潮水流不出 另外一位派人 那至於說這個受傷的旅客 他是什麼樣的原因會走到這個車型 車道的部分 那由警方來做調查 那現在港務處是就目前的一個設施跟管理 會做一些檢討跟改進 避免再次的情況發生 雙屠 考慮 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